我告诉你啊,过年你家要是吃酱猪蹄,那你就像我这样做,软辣入味,大人孩子都爱吃,做法还特别简单,酱猪蹄,选手帮带三个褶的是前蹄,用火烤一下,吃起来没有猪毛味,放入温水中,加一勺食用碱,泡四分钟,更好清洗,每天都在用心教桌菜,给我和小红心鼓励一下吧,非常感谢。 洗净后,在中间用刀划开,方便入味,冷水下锅焯水,加白酒去腥,焯出血沫,捞出洗净,再放回锅里,加葱姜蒜,干辣椒,六七块冰糖,一勺生抽,一勺老抽上色,一勺黄豆酱,再加半瓶啤酒,去腥增香,放一个做卤菜专用的卤料包,不管是酱牛肉还是酱肘子,都特别香,加开水和猪蹄一瓶,最后才放盐,扣盖小火卤一个半小时, 用筷子能轻松扎透,就熟了,酱猪蹄你像我这样做,软赖入味,做法特别简单,喜欢赶紧试试吧。